Hello 我是勒勒 今次講一講下星期復刻的周刊少年Sunday Event 新角色講完啦 新角色加上全角色武裝的詳情 我上一條影片是講完啦 而今條影片講什麼呢? 就是講一講舊角色的能力調整 這裡既然是合作復刻的話 舊角色的能力調整都是關鍵的東西啦 一齊看看這次Buff的厲害不厲害啦 自家也知道心情好不好啦 好 首先由怪盜記得望起 覺醒方面咦 哇 心情不錯 好像呀 由原本的超弱覺醒變回做大眼鏡兼4個不是3個4色 連上超覺醒 破防都漂亮 超技漂亮 7CD技是5倍加攻 兼且時間停頓的 Change the road 都不錯 This is a show time 加上隊長技不翻做2.5倍全3圍8倍攻就不用看啦 畢竟舊角色強化呢 都是focus回在覺醒加上技能啦 隊長技就不得期待啦 而技德方面覺醒是多漂亮啊 只是本身的攻不是特別高呢 1200攻是低一點的 但是看回是10cost加上5星重 我想低wear限時關不是限制關會的適用 在下面是犬夜叉 覺醒是Buff做4色 又說多色啊 加上超覺醒又是4色 哇 雙4色 77U呢 看來是彩妖精的玩法 技能是7CD技解 覺兼加速5色陣的 技能做還好覺醒是多漂亮的 隊長技也是啦不用看啦 連Buff都不會特別強的 總之覺醒是適合... 啊 彩妖精啦 而原作版的犬夜叉呢 嘩 大Buff喔 應該說是以前太肥了 Buff上雙 十絲 雙腰 哇 連上超覺醒3腰 或者4色 哇 這一隻入回妖精妹呢 彩妖精妹是爆炸火力喔 雖然都是技能差一點 覺醒是火力救的啦 嘩 加上是Leader 大版面啊 這個好啊 7-6大版面又適合蔡妖精 在下面是入墓卡哥咩 Buff做10C貫通 OK 那這個Buff都有但還好 7CD技半減盾兩回合兼加速 只是...啊 挺Q的 嗯 下面是拉姆 嘩 這個好啊 嘩 啊 嘩 好正喔 原來這張圖 嘩 想抽了 10C 10字 7CD技貫通 啊 加上威嚇技 技能都OK的 即是7CD技 有貫通威嚇都有些用的 加上私心之下會想抽這隻 嘩 臭小子 而原作版就反而沒那麼便宜了 是L字L字 10C的超覺醒 嗯...都還好 技能是跟回上面都還好 這個配置還好 好 下面是兩體最強之妖 覺醒是10C雙腰 連同超覺醒雙10C雙腰 光屬就... 一般6CD技... 6CD技貫通無效 不錯啊 雖然現環境之下 3CD貫通技都有了 所以相比之下 6CD技是長了些 但依然都是有些用的 畢竟是10C啊 10C雙10C雙腰的光屬性角色呢 知道什麼事啦 沒錯是光車 適合光車的貫通技呢 是有未來的 OK 那千萬不要換走啦 在下面原作版就... 3U雙10C7C 火力超高 但只是光...火屬 所以變相火屬是上不去啦 玩光車的話 6CD都是貫通技啦 而隊長技都是大版面 看來今次的原作版呢 即是這些原作版畫風的角色呢 是全部大版面啦 暫時看下去 而下面這隻相比之下 火力高些 好像 好下一位 狗人 覺醒是... 嗯... 五星重呢 看來不需要期待啦 技能是6CD的4 回合輕減兼解綁解角 算是低配版功能不錯的角色啦 OK 最後一位 花靈... 烈火啊 雙火屬4U 哇 10C是多漂亮 但是3個自動回復呢 真可惜一點啦 8CD的個人加攻8倍 的loop都不錯的 但是整體來說 就還好啦都是 下面是風子 覺醒是四橫排 九餅兩顆 正喔 在木木雙屬之下呢 有機會是頂攻火力隊員啦 8六大炮 5CD的解角解落 都還好 在下面是魔法使 阿拉賤 覺醒方面 貫通7C加回 10C 火力高一點啦 在光光雙屬之下 本身但是不高攻又難 D4CD技 有解落 心毒轉光4回合之間的 手指兼 隊長加攻1.5倍 即是4C的手指的loop 好像都不錯 即是覺醒差一點點 原作版的這個 清爽少年呢 是雙7C 10C 技能一樣都是手指loop 那看來這個版本好一點啦 畢竟火力異常一點 上面有貫通下面有雙7C 最下面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好 加回10C 和上10C 技能是多回解落陣 是嗎 沒有啦 其他就 OK 最下面是 魔力之安娜 按娜 這個正耶 這個也挺正耶 啊 臭小子 10C 7C 3U 都不錯 4CD技能也是手指loop 都不錯 看來這一排設計師是 傾向做一些手指loop的角色 那樣呢 由拉維尼 原始魔裏開始 慢慢發現這一類角色 開始變多了 而加上個人的私心之下 這隻是挺正的 臭小子 下面就是 Judal Judal 覺醒方面挺漂亮的 3U 7C 華僅此而二 就不漂亮了 3CD技 暗加邪魔 44生成 都還好 最下面是 墮天地獄手 天堂地獄 這隻是 SBSP 10C 貫通 7C 都還好 下面是 內洛 Nala SS 10C 7C 還要是小SB 都難搞 其實 好 5CD技都不用看了 毒 咦有毒 有沒有機會適合矮王呢 應該難一點 最下面就是 白面的者 白面之人 覺醒SB 雙 10C 也是 10CD技 貫通都還好 五星不用看 托拉 SBSB 10C 7C 沒有加回 13CD技 加速 且威嚇 不是 屬級無效 都還好 在下面 實生圓 是 4U 橫牌 這樣搭 10C 嘩 都幾難玩 但是暗光屬呢 是目前的一個主流 個人認為 在巴蘭 紀魯雅 麥猛虎 各種的buff之下 雙式的暗光U 是目前的主流之一 8CD技 加速 解割 還好 而舊進版的 真大妖怪 實生圓 這個抵讚啦 還這個抵讚啦 是 雙10C 4SB 4U 還這個不得了 拍手掌 不錯不錯不錯 角色很美 而技能 就 8CD技 四色陣解鎖 加速 解割 都 怎麼說呢 是近似大角主的技能 算是偏解割用的 雖然這隻有機會用回 在靈超元都不頂 但怎樣都好 只割醒機夠舒服 R4SB 4U 雙10C 火力爆炸 近伏巴蘭的火力 下面是 吉緊 7C9 餅 貫通 都不易用的 技能是 13CD 無雙盾都還好 三圍麻煩 不得好少少 不得那麼少 怎麼夠用呢 符咒史 不翻 覺醒 都是 小的防磅 10C 7C 3 7C 火力高一點 4CD技能解 綁架 覺醒 都算有些用都不頂 但是目前來說是差一點 最下面是 紅麗麗的首領 10C9 餅 4個火環牌 連上超怪醒 有支鬥都不錯 8CD技 破屬級 兼解鎖 嗯 都還好 都是 在下面水劍士 水鏡 覺醒是 10C 10字 來了 看來10C 10字的水隊差不多來了 這裡我看到設計師的野心 出來了 6CD技 解鎖 還有加攻5倍 還好 在下面是 火影 小金井 昏 覺醒是 哇 光追強 8加光輕鎑 OK 都不用看了 10C 5CD技 個人加攻 加10萬追打 嗯 還好 最下面是 石門 石到土門 所以 覺醒都是狗餅 向量 但狗餅來說 似乎都是不夠亨特的班尼 就是信長的班尼 8CD技 是貫通 盾都可以贏 有點用的 魔裝這個就 10C 3U 連上七角星是 雙10C3U 最正是技能的 4CD技 4回合的手指 唷 看看之後的木2A隊有沒有機會 下面是 練白龍 10C貫通 嗯 五星就不太期待了 最後一位是 練紅玉環 這個都幾正 啊 是 都是狗餅香 5CD技 加手指 加隊員加工 嗯 最下面是 原作版 三橋伊藤 是雙環排向 這下不錯 這樣才是 是嗎 你前面那些 又光又暗 又SB 又光又暗 夠不整齊 超過亂 超不舒服 那整件事 就舒服很多 是嗎 設計師 這樣才是 3CD技智商 和3回合加工率 咦 非變身加工 這個幾正 雖然就限了攻擊 架體力系 但都是不錯的 非變身來說 非常罕有的個人加工 再者隊長的大版面 原作版全部都是 然後金髮按摩 C 和上面差不多 buff 都是多了 50效強化 OK 50效強化 加上狗餅 但都是難用角色 最下面是 荷蘭 ただ一つの真実 minuku 看清楚 只有一個真相 荷蘭 名偵探荷蘭 怎樣buff呢 炸剩下 死人豬 麻煩把他取... 差點 很難受 只加上狗餅 康蘭吃狗餅 狗CD技 威嚇技 嘻嘻 嘻嘻 噢 康蘭 看來舊版和新版 不能比較 然後原作版 康蘭是怎樣buff呢 狗餅 OK狗餅 多點雙狗餅 狗CD技 都不太尊重 江湖村荷蘭,我是偵探 隊長是一番大版面,七六版面也是 原作版是全部大版面 而無理蘭的飛腿方面呢 是多了三色三顆,兼且貫通 6CD的解消珠,嗯... 感覺上都... 雖然不太合用,但沒裝不錯 再下面是雙犬,狂犬 都是雙環牌,但不太正 4CD的一回合的輕減,40%太過短了 再下面是康蘭的死敵天敵黑衣人 阿詹和福卡 咦,真這一類是個林寵來的 好,看看詹蘭怎樣 3個獨吊落,咦,有沒有機會適合矮王呢? 但是很難啦,3CD木變暗,不太建議了 而平次就是不翻雙九餅 看來偵探都是喜歡吃餅 但這一套覺醒挺漂亮的,其實不錯的 橫牌覺醒和九餅雙光屬是挺漂亮的 13CD的破傷害吸收都不錯的 這個不反而不錯 再下面是祖月女亂馬 不翻做五腰十絲大火屬的五腰十絲 7CD的解割用啦 看來這一位都是覺醒靚技能不太行的角色啦 下面的救進版也是啦 加回個... 沒有啊,是加回10絲而已 再下面原作版呢 嘩,這個大件事啊 雙10絲雙7絲腰啊 火力是不用錢嗎 7CD技的解割 這個不錯的,回到火箭 這個正啊 個人見這一位留下啦 原作版不錯的 再下面是天道阿卡呢 是7C3粒 腰3粒 連上超怪醒7C4粒 6CD技破屬級的 算是光腰第一個破屬級重啦 OK 再下面是呼元哀小哀就三色獨耐性 加回火力啦 9CD技的寸解兼加回復 OK 都還好啦 再下面是白銀 白銀是不翻10絲雙貫通 今天打SB 即是4SB之斗狗餅10絲貫通 都不算容易玩的覺醒啦 7CD技的... 5C加算和火木變光 7CD太長了喔 好,next 下面是加藤明海 10絲狗餅連上超怪醒沒有buff 即是4SB10絲狗餅 10CD技... 激減兼破貫通 咦 都是狗餅貫通用啦 next one是安室透 覺醒方面不分... 嘩... 7C3粒10絲連上超怪醒沒有變到 好,算是加點火力啦 8CD技破屬級 還有雙色轉換 都是在光暗的屬性之下 算是跟回目前的主流啦 而最後一個是不知道什麼鬼的 應該是換回來的 GIA的漫畫 6把劍仔 即是加回... 一把是... 100弓 加回600弓好似啦 12CD技 加回弓22 好 這裡就是全角色的buff啦 個人整體來說呢 我認為... 我認為buff不錯的有... 安室透不錯的 但是超怪醒是不加回... 即是不要說10C啦 加回7C也好 是吧 然後亂碼不錯的 亂碼是很厲害的 火力方面 雙10C雙7C 夭治喔 連上超怪醒是4SB 這個漂亮啦 絕對是漂亮啦 雖然技能7C解割就差一點 但是本身有個解落4SB的生成 加回大版面之下 多角龍又適合 平時火箭隊員也適合 這個不錯的 再下面平次不錯啦 平次... 雙九餅的光環排隊 加回雙光屬之下呢 火力夠高的 而再做這個不錯啦 原作版的三橋伊藤 是非變身非多色來說呢 罕有的個人加攻loop啊 OK 再這勁的buff有... 好像不太多了 這個不錯的 這個不錯的 這個 殺生犬 這個正 雙10C四腰 光暗屬 必殺目前的主流 這個火力是直逼巴蘭 在下面是這個不錯的 張圖不錯啦 在下面是... 這位都不錯的 10C雙10C 雙10C三腰的 光屬半通寵 算是達爾雷神這一類的 高一點點的動物 上位一點的 不過比喚龍巴蘭 也是下位一點 OK 在下面是這位 挺正的 挺cute的 個人挺喜歡的 還有沒有呢 還有沒有呢 這位都不錯的 犬夜叉原作版 在雙10C雙字 和四色之下 入回 彩妖精阿托尼 都適合了 火力爆炸 又 OK 記得都... 火力不錯啦 只是覺醒三圍 不回一點點 是差一點啦 OK 這裡就是全角色能力調整啦 說到這裡呢 幾乎整個合作長城都講完了 至於抽不抽好呢 我都會在這兩天講一講啦 到時各位再留意一下啦 OK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希望給大家訂閱我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